這個老柯啊,柯建民啊,最近不知道怎麼樣啊,不知道是什麼啊,他整個人的Key檔 他整個人的,我覺得他是那個時候都在發脾氣,都在講這種話 他大概是國會少數沒辦法掌權,沒辦法掌控的權力失落的政候群,柯建民 我認識他二十幾年,沒有看到最近這樣子荒腔走盤,而且好像什麼事情都很焦慮,開口閉口就罵人 罵張三罵李氏罵田罵地,到處亂罵,這個是柯建民目前的做法 那他講了這些話,他說要六位藍白的議員起義來歸,這話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我們還是講像八加醬一樣,八加九 其實我的話就認為他最近都哭無霸啦,聲明不足,哭無霸,所以忽然亂 這個他真的,他一直在提國會倒閣,國會倒閣,他這麼討厭卓榮泰嗎? 他如果這麼討厭卓榮泰,他自己發動啊,民進黨可以發動來倒閣啊 是不是?在看我們這麼做 他怎麼會一直自己的團隊,然後一直要叫人家把這個團隊倒掉 這是什麼邏輯啊? 唯一就是他要累積對國民黨的屈履的醜分子,目標是罷免案 在罷免案,因為畢竟要事件沒這麼快,也是半年以上的事件 所以他這個是,等於我個人看法是,何建民這一招 把自己破分自己,為了就是拯救這個行政團隊,這個行政團隊太弱了 你看郭志輝一下講,和二和三,在修法通過要演繹 吃了一頓飯不到二四小時,馬上給回去了 環境部長,彭部長,他要環境的捍衛者,他對SRF,他怎麼都沒講話呢? 而且還替這個行政院查支抹粉 行政這個環境部,要保護環境啊,他怎麼變成一個摧毀環境的筷子手?環境部長,我在這裡就公開明明,環境部長,經濟部長 非常不適格,原來上任之前,大家對這兩位期待非常高的 到後來完全屈服政治,都想當官而已 郭志輝令人瞧不起,彭啟銘令人瞧不起 為了當官出賣自己的靈魂 阿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